我像這樣太黑 黑爆 喔 Alright guys anyway 就不管了 歡迎回到狗冰的youtube頻道 那 我是狗冰 狗冰Chun 我想要跟各位講就是 我在很久很久之前 大概18還是17年的時候 有一支手作的影片 對那時候是做 做學校的設計模型 那由於最近在思考說 這個手作的部分 要不要慢慢的把它找回來 但是不會是再回去做模型的喔 就是手作的系列要不要重新開張 我最近有在思考這個部分 因為偶爾在 自從回到高雄以後 偶爾在家裡會做一些 甚至是美工啊 手工 就是一些手作的部分 那為了 澄清這個系列 的 原始的第一支影片 我想向各位先說 因為我最近看到它的演算法 還是有人會回去看這支影片 我想要先講一個最大最大的 那時候可能有算講錯的部分 就是你的模型要用木板把它圍起來 其實它不算對也不算錯 但是我那時候的指導老師 義大利老師跟我說 你不需要把你的模型做得像 那個就是水果籃一樣 不需要把它這樣關起來 不需要把它這樣關起來 包起來 那我後面就是把木板拆掉 然後 因為模型是有地形的嘛 地形的部分 則用紙板去定 定出它的那個邊邊角角 它的模型出來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 看起來沒有邊界 實際上是有 有經過妥善的包裝的模型 這個應該是 就是看你的模型的設計的樣式 會長怎樣 而下去決定的 那 那時候的模型 後來所做的改正 我沒有拍影片做說明 所以 以這支影片 做 做解釋 也是做澄清 然後同時也告訴各位說 我已經離開 這個領域 景觀 模型 設計 這些領域 一段時間了 那如果你是在學生 你想要找影片參考 模型製作影片參考的話 我很推薦各位可以到一個叫 EGO MODEM 他們好像就叫EGO吧 那我會把他們的IG跟臉書貼在這裡 就是他們名稱 你們再去他們的頻道看 他們現在有非常非常專業的 雷切啊 是模型樹 甚至模型切割的一些影片 如果你是在學生的話 請 移至 那個地方看 不要來我這邊看 我這個東西只是 就是那時候 在學的時候無聊 好不好 就想說我要弄一個東西出來 對 以此 來澄清 好不好 這是算是 這算什麼 番外嗎 手作篇的番外 也是手作篇的澄清 澄清 那重點是後面會拍一些什麼東西 我們就拭目以待 那以上就是這支影片 Hope you guys enjoy this video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加分享 然後留言告訴我你的想法和看法 然後記得不要在我這裡再看我的模型了 因為那模型真的對我來講 不要鳥鳥的 去EGO MODEM那邊看 去EGO MODEM那邊看 那就這樣子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